这次俄乌战争其实世界各国学到非常多的经验 其中外界最好奇的就是俄军一开始的64公里的装甲车队 瘫痪好几天 外界都觉得很奇怪 后来才发现乌克兰的IT战士 这个是建功 因为这是由30名无人机特种部队所成立的 他们是用越野摩托车 刚刚刚有提到 特别是这些30个IT的战士 他们的装备好像跟一般还不一样 他们甚至带着笔电 然后可能是了解他的这个车队整个的所在的位置 然后做这个布置 然后他是攻击 攻击前一两辆就足够了 是用这种方式堵在前面 后面就完全动弹不得了 他就是因为你这个车辆行军场景这么长 而且左右因为其实乌克兰都布了鬼雷 那当俄罗斯的一部车被炸 他就会左右就会很小心 所以才会出现那个在扫雷的人 他就会被炸了 那么这些所谓的IT战士 他的轻装迅速 而且我就讲越黑风高他才出现 他不会利用白天骑着这个越野机车 那么嚣张晚上出现 然后呢快要接近目标的时候 他车子熄火停一边 用步行的潜入 他只要炸哪些炸头尾的车辆 把你堵住 他就可以跑了 头尾 他就可以跑了 他跑了之后 他就利用他的这个简便的轻型电脑 把他的所有坐标位置上传到无人机 无人机传回他的后方的炮兵 或者飞弹基地 所以你头尾正在排除障碍的时候 他的这个飞弹就来了 他的炮弹就来了 所以这些战士我讲叫小兵立大功 但是呢 我还在强调 这些IT战士必须具备相当大的战场抗压力 否则深入敌营 进去说不定出不来 所以他们都做好了非常强的心理素质 而这些人应该都是万中选一 经过了特殊的训练会爆破 会通信联络会操作笔电 而且会控制无人机 所以乌克兰这八年来 我觉得真的没有交白卷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